判断一个媒介有没有流量红利 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看它在赚钱还是在亏钱 CCTV分钟都比较赚钱 基本上就没有流量红利了 如果你还要在那里投放 那么你就必须更懂定位 把你的信息加工得更好 效率更高 转化率更高 记忆度更高 所以它那里没有流量红利了 就跟我们很多说商场没有流量红利了 那就要竞争这个承注力了 承注力高的人就是意味着你把同样的流量 用出更高的价值 用不出来的话你就只有关键 让另外一个业态来 有些是在亏钱消风速 一年还可以几十个亿 它是有流量红利的 但是推程在迅速地收窄 流量红利也在逐渐消失 去了抖音 抖音现在流量红利也在消失 越来越贵了 因为去前年好多人都说 抖音这个爆炸式的增长 今年好多人就觉得 抖音这个好像已经没有流量红利了 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低了 所以流量红利首先是我们企业家自己的眼光 你要看到顾客的注意力往哪里迁移 前瞬性地去捕捉这些流量的机会 抖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